凌晨三點半一名男子戴著手套 拿著一個黑色包包 走進林亞區星光路的這一間超商 不到一分鐘 一名女店員跌坐在門口 手臂上都是血 男子手拿力刃 不斷刺向女店員的手和腳 女店員不斷挣扎 男子卻發痕了狂刺三十刀 女店員倒地呼救 滿地都是血 引來了旁邊大樓管理員的注意 他手拿高爾夫球桿 想要救女店員 行修男子見到有人來就停手 還回到超商內拿包包 看起來從容離開 從另外一支監視器可以看到 在男子逞胸的同時 有兩名目擊者 進擊的大電話報警 警方救護車很快來到現場 把幾乎失去意識的女店員 抬上單架送醫 員警調查發現 兩個人過去曾經交往 分手後前男友多次騷擾 女店員還申請了保護令 女店員年僅23歲 和34歲的餘姓男子 今年四月分手 五月女店員申請了保護令 後來六月份 警方接獲女店員兩次報案 說前男友跟蹤騷擾 前男友還因為違反了保護令 七月二十二號進到看守所 一直到八月二十八號才出來 隔了半個月份額行凶 男方過去就有暴力傾向 現在殺了人逃逸 女店員重傷送往高一救治 這一段玉石俱焚的感情 好聚不能好散 三立圈黃之中何晨鳳 高雄報導 余姓凶嫻在超商外行刺前女友之後 雙手褲子沾滿血跡逃離現場 不過其實她是預謀犯案 因為事發前幾天就先傳簡訊 向前女友的爸爸道歉 簡訊中余姓凶嫻除了多次道歉求原諒 還說很希望彼此成為家人 說要跟前女友好好溝通 還說自己快要撐不下去了 很需要他們的幫助 內容看似很有誠意 但其實道歉原因是愚姓凶嫻 曾經情緒失控 毆打前女友事後下跪求復合 之前還是沒有這麼嚴重 打她的時候是手都去工作 有時候抬不起 那個男女子也有傳簡訊給我 所以你要跟她復合 她有下跪是不是 對啊 所以為了要求復合 對啊 毆女友說如果去法庭 她也會跟她說好啊 23歲無姓被害女子臉書大頭貼 看得出大眼睛身材鮮瘦 PO出許多起重機到各地出遊的照片 被害女子的朋友也透露 因為她買了重機 貸款壓力很大 才會選擇到超商上大夜班 因為她有負債 她買一個重機六七十萬 她在繳錢 我說那你可以賣掉 被害人來討論安全計畫 所以會建議更換工作地點 工作時段 甚至要平常要攜帶著一些 防身的一些器材 上班的地點安全的路線 又有跟被害人討論 而且避免落單 無姓被害女子 雖然有申請保護令 卻因為生活作息沒有改變 持續相同的上班地點 最後被前男友刺傷 如今還躺在手術室搶救 讓老父親敲碎了心 三菱形黃之中 會山高中報道